去年底中保研公布了大众帕萨特的碰撞成绩 一下让帕萨特从神车的位置跌落神坛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事件也在持续的发酵 随着近期一月份汽车销量的公布 帕萨特在销量榜上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从目前官方的数据上不难发现 上汽大众一月份的销量同比暴跌了40.53% 而去年12月份排在第8名销量超过2.6万辆的上汽大众帕萨特 在今年一月份的销量排行榜上已经跌出了前15 虽然具体的数据还没有公布 但肯定不会超过凯美瑞的1.7万辆 这个成绩固然有受到国内疫情的影响 但中保研的碰撞测试绝对对消费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去年还是B级车销量之王的帕萨特 不到两个月就已经被同级别的雅阁和凯美瑞所超越 帕萨特终于为自己在碰撞测试当中出现的气囊飘移A柱弯折 付出了代价 作为纵横国内市场几十年的销量神话 目前帕萨特其实已经展开了降价自救 而且不少人认为随着事件的淡化 帕萨特还会重新变为热销车型 您未来是否会选择帕萨特呢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发表您的看法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